大家好,我叫王宇晨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臺灣地理 首先 金線就是 連接南北極的 南北極電的假象線 所以東西都有 180度 然後15度為10區 像臺灣就在 80區 所以金度會平下 食材 然後呢 尾線 又跟金線和加百 它是於四道平行的 加強圈 南北各有90度 然後氣溫會隨著 尾度的上升和下降 所以表示尾度會影響 氣溫 基本的四個要素 第一個 方向高 可以指出北的方向 然後第二個是圖地 包括你 地圖上哪些 突然是代表什麼的意思 第三個是 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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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知道這張地圖的角色嗎 第四個就是 比例子 它就是可以用比例來 用一個小數字 告訴你這個位置 實際距離是多少 然後接下來 如果海岸線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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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國族的一部分 然後如果是海岸線 往外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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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擁有開發還有利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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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呢 相對位置表示 它跟某個目標的 位置表示方法 像是台灣的相對位置 就是 中國的東南方 東南方 北旅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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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 中國的利用 北旅賓 南方 北旅賓 北旅賓 金方 要表示它那個地方的方法 那問的絕對位置就是 微位 22到25度 中間 120到122度 然後呢台灣的縣主要有23個 直轄室有6個 直轄室有3個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地理的知識 可以來計算補習攤